前總統馬英九今天的行程 會離開南京前往武漢 而他今天在南京的最後一站 會去南京大屠殺紀念館 這一次馬英九的南京行 也引起了當地人高度關注 目前現場的最新情形 我們連線記者顏沛宇 好的 主要各位觀眾 今天是馬英九在大陸的第三天 那麼今天他會從南京移動到武漢 所以他的行程其實有被刪掉一個 那麼今天他會去的唯一一個行程 是南京大屠殺紀念館 而馬英九這一站 因為前往南京的中山林 拜夜的時候 說出了中華民國 並且叫自己前總統 贏得蠻多網友的好評 都說他光南京行 就已經蠻加分的了 而且馬英九在南京的時候 會見當地的省委書記的時候 他在他的面前提到了 他曾經是總統的身份 而且還透露出老婆周美清 就是南京人 那麼這一次 只要是馬英九去過的景點 外頭都會聚集相當多的當地民眾 他們其實都是提早前一周 就已經知道馬英九要來 而且還會特別去觀察說 他大概會去哪幾個景點 是特別想要守在這邊 來看馬英九一眼 所以馬英九的到訪 其實是引起當地民眾 相當大的關注跟好奇 而我們也都知道 馬英九他其實相當愛跑步 我們在隨行採訪的過程中 他也跟我們透露 其實他這幾天都有在維持跑步的運動習慣 我們來聽一下他怎麼說 這幾天還有去跑步嗎 早上有啊 早上也出幾天 早上有 謝謝 謝謝 其實馬英九這幾天的行程 大概是從早上九點的時候就會開始了 因此他大概八點的時候就必須要去搭車 因為會有很多的隨行人員需要安檢 不過他都還是有繼續維持跑步的運動習慣 今天馬英九在南京的最後一站就會率臺灣的七年去南京大屠殺紀念館 我們也都知道其實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它是記錄了當時日軍侵華的時候有30萬人遭到屠殺 他喪命的一個歷史慘痛的這個記憶 那麼馬英九今天是在大陸的第三天 正好遇上總統蔡英文也要出訪中美中 而且會過境美國 因此今天被視為是這個雙鷹互尬的第一天 那麼我們也會在現場持續為您守候掌握最新的情況 把時間鏡頭交還給棚內主播